好 接下來我們會有另一位 是廣隊Club的訪者 譚延聰先生 他是香港中文大學 不同科學學士的畢業生 另外現在是現役 香港野外定向的代表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如何跑步 但是跑均全世界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一樣想說的就是 各位坐在這裡的人 都是對運動非常有興趣的 有一個問題 我想大家都會遇到的 就是我們出來工作之後 想做運動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 尤其是如果你是小時候 玩開一些對仔運動的話 你要找到一些partner 或者打籃球你也要有對手 打籃球甚至乎要湊夠幾個人 才可以做到隊 所以我想 去到我們這個 就是出來社會做事的年代 就是這個年紀 很多時候會想找回一些 過人一點的活動 但是過人的活動 可能都是跑步、游泳 如果可以有時間 可能是走一下山 有時做得多 可能會有一點悶悶的 或者看看會否發覺 多一些新穎的活動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都很喜歡玩的 大家可能聽過很多次 但是有沒有接觸過 其實野外定香港 可能聽就聽得多 但是玩可能沒玩過的 首先大家看右邊那個 就是我們玩野外定香港的地圖 和大家平時看街道圖 或者是政府、同軍的圖 都是有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 專屬於我們有這麼運動的地圖 又會根據實際的環境 有些是路、山、地洞、河流、沼澤 他會用不同的圖例去表示 賽會決定搞一個比賽的時候 首先他會為賽區的地方 預先去製造了這張地圖 是非常專業和高水平的 就算是我玩了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信心說 我可以到一個地方畫出這張地圖 然後他會根據比賽的水平 去設計一條賽程 就是大家看到紅色線的那些 當他設計了之後 你在出發的時候 才會看到這張地圖 事先是不會知道的 你最多會知道大約玩多長的距離 但是給了一個距離 你也不代表說 好像說我跑10公里跑40多分鐘而已 但是在我們定向運動來說 如果一場賽程是10公里 你不代表可以用到你平時跑多快速度完成 因為是沒有指定的路線 他只有指定的次序 舉個例子 大家看看是由10號去11號 只看地圖 你會看到紅線 直線可以前進一帶 因為實際上有很多地方 是未必被你那麼容易通過的 可能前面有個很大條河阻礙著你 或者是有了山在前面 那你是要靠地圖上的資料 去選一條最適合你 你覺得可以最快去到的路 所以說呢 一條10公里的賽程 因為不是說 每個人都是跑同一條路的 你自己跑出來的距離可能會長了 一般來說呢 會給他提供最佳的距離 會長了1.5公里 可能給10公里的你 你會跑到15公里 甚至乎如果你是一個不小心 跑錯了方向 或者是用多了距離的話 去到20公里都有機會 所以是一個都很挑戰性 很大的項目來的 那現在 網上的地圖 大致上就是這樣 比起行山有甚麼不同呢 行山我們很多時會有一條 大家在網上找到一些行山路線 還有那些路可能會是 政府已經開鋪得很漂亮的 他們走 但是這些呢 全部都是一個原始的 新郎沒有收拾過 沒有交工過 真的走進去 會是 看不到地上會有路痕 都是一些草啊石啊 要用自己的方法 如何去決定 去前進或者選擇你的路線 那我們唯一的工具呢 因為賽麗有指名 我們是可以帶一些特別的裝備 除了採握一個採握 就靠那個方向去電線 然後看到左手 左邊的圖 就是我們平行活動用的 只要不走馬 當我們擺好地圖之後呢 就會決定怎樣去選擇自己最適合的地方 去到那個圓圈裡面會看到甚麼呢 就是我右邊的圖看到那個燈籠 那麼你看到我們周圍的環境呢 就是一個森林裡面 都是一些樹啦 很高的樹啦 那麼 我們最常用的技術就是 看一下地圖上面那些 不同的等高線 等高線就是代表那個 賽區的地形啦 有些哪些是高了出來 哪些是凹了下去 這樣靠那些凹凹凸去判斷 到底那個 我們要找那個控制點 那個燈籠物體的那個位置 那當然啦 今天我來到這裡 就不是為了教大家去玩意外定向 因為要教的話 我想講兩天都講不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呢 就可以自己上網搜集資料 我今天來講一下 玩意外定向會有甚麼額外的好處 或者是反正有些經歷而已 參加了意外定向之後 我就在香港玩得有少少少成績啦 有幸可以代表香港去其他地方去 去參加世界賽的 世界式的賽事啦 那我會見識到很多在外國的 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你說去 其他運動呢 我去外國可能是 例如打羽毛球啊 跑山啊 那可能未來去 都會去一些比較出名的城市 或者是大家都會聽過的地方 現在去怎樣就不同了 因為 真的要去一些 完全未聽過啦 或者是那個國家一些比較交區一些 一些未發展的地方呢 那他經常都會見到一些 一些未想著過的地形 例如這些樹林呢 這個是拉著維亞的樹林啦 那右邊那張圖是一個 在愛沙尼亞的樹林啦 那平時如果你說要去這些國家 都已經少機會去了 還要去那些國家的樹林呢 那我想真的 不是參加這個活動 都未必會有機會的 那見到很多 外國的大自然風景啦 那呢 除了朝頭早比賽 我們還有一些夜晚的比賽 那在香港都應該 挺難見到這些情況 我們在這些情況 還要去 在場裡面跑 都是一些非常特別的經歷來的 那很多時候呢 賽會為了推廣一下自己的國家 有些國家不是很出名的 那但是他在那裡搞比賽的時候呢 都會順便想介紹一下 其實那個國家都挺漂亮的 會選一些比較特色的地方 這是一個我們叫做賽事中心 就是聚集賽員的地方 他就選了一個湖湖的隔壁 那這些地方呢 就算你去那個國家去旅行呢 我想都不會有導遊帶你去 這個是南非的其中一個湖湖來的 這個是瑞士其中一個雪山 又是 不是大家經常聽 或者旅行員會帶你上去的 這個是在 這個城市再要行山 自己行兩小時上去的一個位置 那在那些地方比賽呢 我們除了跑樹林之外呢 還有機會在一個雪山上面挑路 在一些冰面或者是有些雪山的地方跑呢 這些經驗都是非常之難得的 那當然呢 一路跑的時候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都會比較開心的 這裡是意大利的一個小村莊 大家去意大利可能都會去那些 羅馬、米蘭那些去買名牌 但是我去到意大利就會有一個 我現在中文名都叫不出的一個小村莊 去比賽 南非一些比較好一點的 這個 至少有個明星都可以去參觀一下 這裡是蘇格蘭的一些城武區 然後附近有個那些田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去到這些地方比賽 那除了在郊區比賽呢 我們定向有時為了多些觀眾留意 都會在一些城市裡面跑的 那在城市裡 就可以給多些不同的市民去見到 那叫做多個營治 在香港都有的 有時大家會看到公園會有我們的菜員在這裡跑來跑去 雖然有時會阻止大家 但是呢 起碼讓大家認識到我們這個運動 其實都很容易去參與到的 在市區或者公園的賽事呢 都相對地會比較容易一些 如果大家有興趣學的話 這些比賽入到緣級 都會給大家有體驗的機會 那去到外國有時有些小城市 這些都不是一些出名的城市來的 那有時看到一些風景都不錯 那有一些比較漂亮的位置 那那些就是左手面的圖片 就是我們要找的控制點 那這個是賽會賽前的安排 他們會在我們比賽前呢 就出去放好之後呢 那些比賽運動員就可以出去用這些了 那你見到會有很多國家都會 會聚在一個地方參賽的 右邊的圖片就是參賽國家的旗艦 那這些機會我們會認識到 全世界各地不同的運動員 有時交流一下比賽的心得 那就是說可能大家去到外國 去參與行山 那都未必說 同一時間會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一起去行山和你分享的 那但是如果我玩野外定向 那去到亦就會見到很多 志同運動的朋友了 那跟大家分享了那麼多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其實我們定向運動在這個香港 都發展了二、三十年了 那有興趣的話呢 尤其當然是大家有小朋友的 都可以叫他們去參加 因為我們有博大的比賽 也有很多發展計劃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上網頁去搜索一下東西 我們定向 我們定向總會有很多不同的資訊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發展多一樣的運動 那可能對大家會有那些看法 或者是 踢好球的剛才那些經驗 不是說一定是香港隊才有機會的 大家如果玩得久的話 多一點資訊 你自己去報名外國的定向比賽 都是可以的 是有很多 那些叫做觀眾 去參加的體驗賽都有很多的 那多謝大家聽我的分享 好 謝謝龜Sir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一下 龜Sir關於野外定向的內容 或者一些規則 或者有沒有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深刻印象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事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 是經常會遇到我們去澳洲比賽會 有隻袋鼠在旁邊跳一跳一跳 在一些森林裡面會看到一些當地的獨有的 譬如一些牛啊 羊啊 甚至乎一些大家有一點空眼一點的 都會有機會的 但是呢 通常那些會是他怕我們人 都比我們怕他們的 因為始終賽會在那裡搞得比賽的話 他都會停滾當地的安全性問題 他才會搞到他們的 那你們有去過挪威玩遊戲嗎 有啊 有啊 挪威的森林是不是很特別呢 挪威的森林其實 每一個國家的森林都很特別的 會分了不同的區別 譬如挪威的森林會有一個特色 接著歐洲中部那些又會有一些特色 比較多人玩的始終 因爲歐洲那邊 那有些熱帶一點的地方 因為天氣的問題 和植物的那個不同 是會發展得比較困難一點 香港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香港那些天氣的問題太熱 加上那些山比較斜 原來香港那些山對外國人來說是很有趣的 因爲外國通常會是很平坦 上落不會很多 所以有些外國人來的 香港比賽會覺得比較辛苦 好 麻煩你譚Sir 這麼精彩的分享 謝謝